但今天在安兵所經營的第幾中藥行 剛才傳統替人家破藥宅真藥 用點是已經重新轉型 讓中藥先外化 讓藥宅將於我們的立場 其中將恨恨的概念來煮幾塊酸麻辣湯 就是目前漢中的消費產品 這兩年已經將中藥行變形切點 鼓勵民眾外套 民眾也主動交流相關 中藥宅用生的切割 但他聽說外套本來就是快樂的事情 就像中藥宅就是快樂的草 他實在心上中藥宅的變形怎麼都沒有奇怪 特別100公里年 以往切離成為政府認證的嫁頭嫁人 也讓切離的專長變形中藥行的營養項 中藥宅就是一直在推中藥宅生活化的一個推廣 包括中藥宅可能就是中藥宅跟廚房的關係 跟書房的關係 跟臥房的關係 那最重要是跟新房的關係 那因為現在人在疫情期間 還有這些世界就是很緊張很快的時候 我們希望能夠用這種測試的方式 讓大家能夠心情獲得緩解 就跟新房能夠解決 能夠讓大家更心情愉快 有幸福感 但他疼強調 沒有要先跟其他算命 不一樣的印心刺激 就希望如果有人買路時 不一條路一樣的心境 當然也參加信心科有風的概念 因得受戚的品種 有不一樣思考去做改變 鏡子本身就是讓我們看見自己 那我是透過一個我自己為鏡子 然後你站在鏡子前面看看你自己的內心 那這個是一個很巧妙的生活體驗 那我們不希望它是怪力亂神 或是迷信 所以我們希望說你來體驗這種感受 了解說其實中藥宅裡面 也有一些趣味的一個藥方 比較妙的藥方 我們過天有一個十年前 來修學的藥宅作家 也一過生意團行 生意學生 從一開始我原本說 我絕對不要學 結果變成我是最後一個學的人 然後而且算是 應該說可以說自己很厲害嗎 應該說我在這方面算是很厲害 對 改變嗎 我覺得沒有 因為也是要更多跟人接觸是去幫助別人 而不是改變自己 我們說明文天主堂 不過打拼也是 正在自己手中 但一天講到一生意這東西 用花心心來替民眾白蓋 也是開一條快樂的出風 一百年後有印象就知道 現在 今天是沒有人攻擊 才恐怖的 好